看到有钱人如果要结婚的话 我们等也来看这个迎娶车队 到底能够夺豪华到什么程度 这是彰化一名30岁的纺织业小开 他开来总计有上亿元的高档车车队 用来迎娶美娇娘 而其中呢用来当理车 更是库外进车的这个影视大亨 何忠雄所出界的哦 而这样的迎娶阵仗 让民众看了全傻了耶 这就是豪门Tengua迎娶老婆的车队阵仗 保时捷并视奥迪全都不稀奇 新娘里车可是影视大亨 何忠雄特别出界的劳斯莱斯定制款 仔细看连车头的女神雕像 都是纯净打造的 新郎就是他 当然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我一直苦苦的追求啊 他终于被我打动了 那像这次要娶老婆 我出用这么庞大的车队 也是因为我也要让他知道 我非常重视他 贵地迎娶爱妻回家 他可是彰化社头大型纺织厂的小开 保守的奖身价超过上亿元 这排应取车队一字排开 这部何忠雄的爱车 劳斯莱斯幻影特别版 就要价3000万 还有保时捷的顶级休旅车 加一加也要破千万 这部宝蓝色奥迪限量跑车 同样也要上千万 还有好几部的宾室 在豪门婚礼中 只被当成交通车 影视大亨何忠雄 旗下七部爱车 就要价4亿 好朋友结婚 决定借出这部3000万的代步车 让这名小开 迎娶新娘好有面子 我们一个很大 很好的大哥 他一直支持我 所以他就是说 今天一定要让我风光一下 所以他就今天特别 派了这么多车阵 原来何忠雄和这位彰化的 仿制厂小开 是兄弟会的结拜朋友 平常爱车如命的何忠雄 才会无条件出借爱车 不管如何这一整排 价值上亿元的迎娶车队 让一般老百姓 车目结舌 还是看看就好 昨天新闻陈梦辉 彰化采访报道 所以未经许可否也许可否 谢谢大家